哇!北上啊!北上啊!你们看一下!这些就是北上啊! 哇!真的严不严谱啊? 人多得多得很严谱啊! 还有啊! 你看啊! 哇!一堆都是 哇!全部都是人啊! 哇!你看啊! 北上啊!北上啊!大家都北上啊! 你看啊! 哎呦!全部都是人啊!你说怎样搞啊!这样北上啊!香港怎样搞啊!你说 你梳就什么班!你梳就什么班! 全部香港人都北上啊!哇!只是一个星期 星期几个星期五啊! 就是一个星期五啊! 香港人北上的数目啊! 去到下午已经六十多万了!你说怎样搞呢?搞不定啊! 真的!香港完全变成了一个吉的城 到哪里面我刚才 做另外一条片啊 就说 这个什么海底隧道?8点钟啊!只有两辆车啊!搞笑! 8点钟啊!大哥!不是天亮8点!天亮8点!天亮8点!也不然我这么少啊! screening看你是香港! 为了要大家去了解北上这个情況對香港人有什么影响,我要留定堅僅是要 直接和大家深入了解 看看 如何衝擊 這段影片會說什麼呢 北上 去隔殺了香港 變成十大行業 十大行業被隔殺 哎呀 太可憐了 好 讓我們理解一下 如何去騙殺了這十大行業 看看你會不會在其中一份次 可能是 然後又如何有機會可以 扭轉回去 有沒有 沒有 意見 可以搞定這個北上的流程經驗 我有啊 我有啊 你竟然有方法 搞定北上的問題 是啊 有啊 解決到的問題 哇 待會 我就要請教我了 看看我怎麼說 救救香港 在北上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的情況之下也能救得到 首先說一下北上嚴重影響什麼 當然是 餐飲業了 多少食肆餐飲業 麵包也好 你做茶餐廳也好 你做酒樓也好 酒樓也好 酒樓也好 普通餐廳也很可憐 全部都沒有人 不要說是外面大街大巷那些旺旺的地方 旺角尖沙咀那些 只是說這個小區裡面的那些就慘了 沒有人 阿蘇你去了哪裏 阿伯你去了哪裏 原本說通關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說不見世人 那些人都去了哪裏 當然啦 現在在香港的那些就決定我要留港見港 很多在中山 在石崎 不同地方 賣了房子 幾十萬兩間 每個都看海了 多漂亮 於是 北上 是怎樣 回到探世界 留在香港幾百萬的豆潤 樓上到在 維州 多大 幾十萬 都不明白為什麼 真是 人家是起動出來的 很多人這樣說 首先介紹大家 告訴大家 全香港大小的食肆 現在 在麵包店 不算消美 大概是17,000元左右 從業縣 22萬 真是一個非常非常 極之龐大的服務業 22萬人 他就會受到這次的影響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去的人 六十幾萬 還沒計算有些人去日本 去泰國 真是香港的 空城雞 好像說下來的只有幾萬 都不知為什麼 國內人都不喜歡來香港旅行 沒有東西買了 人們都走了 買什麼鬼 整個香港 空城雞 好 然後 你又沒辦法了 那你們的食肆 如何面對這件事呢 我講了幾個例子 看看大家 如何計算 第一 是減價啦 你不用看啦 大哥 我要 拿回你的心 你看一下 我的食肆也很便宜呀 你過來吃一下吧 於是 降價 所謂降價 我們看看是怎樣降 怎樣降 就是減價 不是這樣啊老闆 你看一下 從成本去拆解一下 怎樣可以降到價 說降就降嗎 撿一粒去吧 你想一下 成本三大販 一 食材 第二 租金 第三 人工 對不對 好啦 實際上是 人工最貴的 租金第二 然後食材第三 基本上 看你什麼東西吃 什麼東西 一杯 飲品 難道你說食材很貴嗎 浪費鬼氣 好啦 你看一下吧 食材 食材不是你話事的 你減不了啊老闆 因為為什麼 全世界的嘛 你說那些豬要便宜 那豬就會便宜嗎 你說那些茶包要便宜 便宜 貴就行 便宜就沒有你的粉 所以現在食材 價格貴是全世界的問題 全世界都遇到一個情況 香港 得收聲 就是什麼呢 沒有你的粉 我這個成本減不了 唯有減其他成本 或者減多一點 這個減不了 只減就減這兩個 哪兩個 第一 人工 第二 租 那 很過癮 人工在香港是最低工資 現在很多 用最多工資 或者 沒有人做 所以不停說 哎呀我們要請外勞 在國內找些人來 對呀一定會這樣 但是他也不能面對 太減太緊要 他只是說 不要升得那麼緊要 你招呼人客 很多時候都要用廣東話 除非你香港人改善的習慣 這個不是 三兩年可以做到的事 好了 那你剩下 租金 所以你明白 所謂減價 你不減價一定不能生存 減價可能會好一點 那你就即是面對 租金要下跌 以及 薪水 就算不下跌 也是 停了 這就像什麼 像 消失了的30年 聽過沒有 日本呀 30年都不用加薪 開不開心呀 30年都不用加薪 哎呀 你想想你自己30年前什麼薪金 你想想你回到那裏 行不行 不行 以後就是這樣 你說不要緊 我都像劉先生一樣退休 好了 那就行了 恭喜你 那你不用減的 不用計算 你想想 人工不減多少 那就是把壓力放進去 租金 所以那些人說 租金不會跌 老闆 你就是 不肯減的租金 寧願放在這裏 你放得多久 這個世界上 你就真是 一直都不會收 你不收別人來收 大哥 你個個都可以放的嗎 個個收 買間店都可以的嗎 不肯減的 不肯減的 沒有辦法 我跟你說 現實就是 造金 必須要減 沒有得 沒有得去搞 沒有得去搞 還有記住 這裏是有22萬個從業員的 所以這裏的 未來 前度不是那麼好看好 好 你要記住這件事就行了 如果你是做這個飲食業 或者是 經營著飲食業 那 做些貴價一點 因為深圳那些 吸不到很多很貴價的人去 可能有機會跌 可能 不敢說 因為最貴的那些 都收拾了 因為外國那些 有錢那些又不來 那些財務那些 都走了 那些銀行又失業 都好惡搞 好了 北上 但今天這題目 不敢說 唯有 我不減價 那怎麼辦 不減價還有一個方法 咦 還有一個方法 對呀 就是現在這樣倒閉 你不減價 不減價就沒得生存 不減價就倒閉了 唉呀 倒閉了 你看到 陸陸續續發生 周圍倒閉了 我另外一個的影片 就是講 這裏也倒閉 文具店也倒閉 什麼都倒閉 對呀 大家都倒閉 為什麼 做不到生意 就倒閉 你倒閉時 我也倒閉 那麼 會延續一直發生下去的啦 加上 這個 加重了 之前 剛才說的 租金 和人工 都會下降的 壓力 或者 人工要 冰凍 人工真的很難 跌的 因為他有一個 最低的 工時 最低的 薪金 最低的 薪縫 你不可以 最低薪金 一時想 一時想 總之 有最低薪金的話 你就 不可以 減得太 緊要 他有個 法律可以 規管 這件事 綁死了香港 你沒有辦法 跟深圳去對 深圳的 最低工資 很低呀 最低工資 你夠低嗎 你不夠低 你就會輸了 還有很便宜的 租金 這樣就大件事了 所以 北上始終是贏你 而且北上不只是深圳 衛州 有一大堆 現在坐著火車 就坐著地鐵 去到 搞定 好 接著 還有什麼方法 對付呀 減價 又不是怎麼減到呀 倒閉 又倒閉不了呀 怎麼搞呀 我教一個新方法給你 救救香港 你有力用啦 就是怎樣 正在用的 現在不是我教出來的 是什麼 兩鬆飯 什麼叫兩鬆飯呀 兩鬆飯 一間 就會殺了八九間餐廳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他賣了一千三個飯盒 一個小小的店 賣了一千三個飯盒 滿足了一千三個客人 那些餐廳 每間 即是不見 百三人 不見百三人 夠養的一間餐廳 一天 當然夠了 一千三間十間 撿得 對呀 吃飽了嘛 還去你做物餐 所以 這家餐廳 看你做得好不好了,就算是撐不住的 两松范的概念,之前解释得很小心 就说已经是 你将 薄利多少,什么是薄利多少呢? 其实他将50%的成本放进 食材里 于是 比起现在的20%左右,就多了很多了 50%都是 肉、菜、饭来的 自己买不到,因为批发价 所以他不想装傲,所以便购买了 每个人都买了 这么说买两松范的成功 就逼死了餐厅的 好了 既然这个薄利多少 的方法, Pour你多少 你不多少就掛你,你不掛他就掛 好了 那可以的 你以为将来还有什么方法? 我跟你说 有的 半价粥粉面饭店,行不行 或是再便宜一點 做多一點生意 將成本變成 50% 真厲害 可能你賣3.1價錢也行 於是 哎呀 不斷買外賣 搶粉 用這種方法去炸它 你看看行不行 然後有麵包和蛋糕也是這樣 3.1價錢 或者一般 總之我搶 搶個市場回來 這個是基本上 Copy 像這個兩送飯的兩送飯 就是將價格全部降到非常低 然後給你一個好東西 薄利多笑 既然也是這樣 竹粉麵飯也是這樣 麵包店也是這樣 餅店也是這樣 於是乎 填飽了你的肚子 於是乎 對抗到 北上的狂潮 對嗎 在某程度上 都可以 厲害呀 劉定堅 你可以有很好的意見 當然是啦 你以為你只懂 兩送飯我不懂 我懂 你不要兩送飯 三麵包 一次過要買三個麵包 但是一個麵包的價錢 划算了 三包包 然後還有 三糕糕 三個蛋糕 來來來來 一個蛋糕的價錢 好划算了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還有 三粥粉麵飯 四個 一起一個價錢 25% 划算了 第一次要買了 要買四碗 粥粉麵飯一次過 一個這樣的價錢 就可以了 以前可能50元一個 現在50元四個 就不行 不得了 不要了 成本價 這些粥粉麵飯 很便宜 這些澱粉質的東西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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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是這樣 25元 25元成本 粥粉麵飯 全都給你 厲害嗎 厲害嗎 一次過25元就夠死了 一家人吃 發財 對呀 和兩送飯一樣 那麼發財 粥粉麵飯全都給你 好 這個方法就是可以了 只要 50元的粥吧 更漂亮的粥吧 25元四個粥粉麵飯 都有 全都給你 這真是厲害 平價傾銷 一於另外一個方法 買麵包蛋糕 買粥粉麵飯 買這個粥粉麵飯 全部以這個薄利多燒 借好他 找個人來試試 一定可以的 我說可以的 救救香港 我救到你香港 厲害了 拿了諾貝爾獎 KOL 第二個就是被衝擊的 是呀 為什麼 上去國內 不要 我以前是上場的 現在不要 拉到錯牢 這麼大件事 所以 回到國內的幾十萬人 不能夠體留定堅 慘了 因為為什麼 我等你 等你 29、30、31 你回來啦 1號就不回來 還要上班 你回來就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些KOL 不要緊 我們就到你的 你回來才看 遲些知道自己看 如果真的那麼心急 找個朋友 在那裏錄了 傳給你 這樣也可以的 E-mail給你 你就可以聽了 這個就是KOL受到的影響 但是 影響不大 少少 你記住在這幾天的點擊應該會少一點 跌一點 不要緊 然後再看 可以的 對這班朋友 有信心 對呀 我這個影片 我還叫星期六 我剛才的影片叫星期六 是星期六 今天 你記住 晚上9點 我們直播 你北上 你現在看不到我的影片 你沒有北上的 你就記住 9點我們就直播 OK 晚上9點 香港時間 周六 晚上 9點 還有 我經常提 我 現在16分 我提你 這個 免費 訂閱 大家記住 你 看到那個訂閱 那個 按鈕 按鈕 就可以了 卡一卡 因為是免費訂閱的 OK 大家會記住 先訂閱 來來來來 訂了先 好了 再按下點讚 點讚 按 按了 好啦 對 好繼續說下去 還有什麼要受影響 當然最少當然是 香港電影 即是那些 戲院 還有 港產片 或者其他 不要緊 如果是外語片 他在國內一看 但是因為有些是假日 就是全家人去看 你假日說不上了 看什麼 不看了 那你於是 收少了票房 所以假日是會影響這個戲院 和 片商 所賺到的錢 但是 沒辦法 這個 北上大了 這個找不到方法救他 算了 戲院的衝擊會比較大一點 好跟著就 這個真是我太太特別叫我看 她說北上最多人做這件事啊 什麼女人啊 美容收鑑 類近這些東西 美容收鑑 你知道 上面 現在的儀器跟香港也差不多 尤其是 那些小艇 那些屋苑 別人很大的公司 都比你便宜了 最重要的是 那些服務人員 是 北 聯絡來的 他們大家的 技術可以學得很好 因為 上面有很多學校教的 做得很好 然後又服務又好 非常之好 價錢相對來說又特別便宜 又便宜又漂亮呀 所以美容收鑑這些 哎呀 沒有辦法跟這個 北上去鬥的了 那麼 怎樣 我想著 一大堆美容收鑑 都陸陸陸陸陸在屋苑 各大小區那些 你一做就恭喜你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喜歡北上 剩下的就能做了 我想 撿來撿來撿去 經常都是這樣撿的了 但是 你知道剛剛才通關 通關 不是 通關不是很久了 通關不是很久了 所以 你可能還在租約裏面 然後 慢慢收拾 好 接著 髮型 髮型當然也是一件事 尤其是女生 男生也有 染髮的 相對便宜很多 而且現在的技術 還有人的態度 很好 相對香港 實在是太太悠了 香港 我的時間只有那麼多 我只有15分鐘和你搞 頭髮搞完之後 你會離開 為甚麼 外面的人來 這張椅子都阻礙了 我們地方是那麼多 做多幾轉 就賺得了錢 你再不做幾轉的話 洩藝本給你 老闆倒閉 香港人 所以 快快脆脆搞定了 這些什麼叫服務 當然不可以 所以 這些 髮型、美容、修夾 這些 都死了 沒有辦法 我看不到 反而我告訴你 如果你是開在中環 上環 比較高檔 那些 阿太 我只是喜歡貴一點 沒有問題的 那些阿太喜歡貴的東西 沒事 我怕你的手會碰觸我 於是這些反而是貴價的 又可以做 所以記住 不要做低價的 第六項是甚麼呢 被殺的 行業 這個 殺了多少次 現在 殺完再殺 他已經死了 卡拉OK 為甚麼呢 便宜了 最重要是甚麼 他有的你沒有 你沒有的他有 那就死了 為甚麼呢 上面都不說版權 甚麼都可以 我們都去過唱卡拉OK 唱過很多次 甚麼歌都有的 日本歌、韓國歌全部有供應 我女兒最喜歡唱韓國歌、日本歌 幾刁鑽的卡拉OK 都有 為甚麼 因為他不說版權 全部放在一個大的伺服裏 你又這樣唱 又這樣唱 唱到你都不開心 真可憐 所以香港 卡拉OK 我都不明白 還可以生存到 還可以得到的 奇怪 他們全部拿這些歌 又說要買 又說要版權費 還死不死 人家那些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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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啦 香港那些 不要收人家的 copy費 等這個卡拉OK的 流行有機會 但就算是這樣的 你也不行 為甚麼 你不收版權費 日本歌、韓國歌都要收 即是說 你也是一樣的 壞 咦 既然是這樣 是否應該 倡導香港 做這個導彈世界呢 大家 一國兩制 現在都擁抱大灣區 是不是要擁抱 香港 很不值得 香港要講版權 那裡不講版權 那一定是死的 是啊 撿得了撿得了撿得了 房子又漂亮 算了 就算有版權也輸了 房子又漂亮 是不是 始終人工便宜 租金便宜 沒得鬥 卡拉OK撿了 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另外一個 又是很多人 從業的 就是 交通 有幾十萬人走了 然後還有一些 去外國 的士 巴士 地鐵 電車 全部都死了 還哪有人搭 大量的人 嚇殺中 不見了 那你知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越北上 結果是什麼 走去大陸那裡玩 那裡住 你的交通工具好 有空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他們 虧了多了錢 就虧了多了錢 那 怎麼搞 有一個方法 加價 因為你平時要用 你沒有理由 平時交通不要 你也要的 回工房 結果就是加價 沒有得走 地鐵現在也不行 有些房子賣得不好 那些 Blue Clothes 還沒賣得不好 但是價格很差 但是我都認為他還是高 還要跌 你想一下 那怎麼不死 所以 一定是不行啦 我跟你說 所以最後 這些所謂的交通工具 一定是 不斷在平時的時候 撿回你的水 加你價 補回他 在假日的時候的損失 所以 港人越北上 加價潮越高 得不得意呢 對啦 這個就是 自食其果啦 沒有辦法 大家一起 吃自己的 惡果 北上就是 你不北上 但是其他人北上 所以 連累你也要加價 不好意思 然後還有什麼 超市 漆仔 街市 走人 飯也不煮 送菜也不煮 那怎麼辦呢 當然 現在 當然 生意額下跌啦 魚、肉、菜 雪糕 什麼都買小了 賣少了 所以之前 你看見 用野餐的 就買了 就整理 整理 七五九 我又要結 又整理一間 你又整理 我又整理 當然 你又買少些東西 我又買少些東西 每一個都跑去 但是在香港的時候 會適合這個兩餐飯 現在 又去北上 连老送饭都不吃了 直接不在这里 肉档、菜档、海鲜档 全部都做少了生意 接着 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平时要来吃 你平时不是假期的时候 你还要在香港 又是跟交通一样 你越不想他的加价潮越厉害 你在香港的时候 就加你价 让你 可以补充他的损失 于是乎越不想你的超市、七仔、街市 全部的货物都要加价 香港人形成了一个 逆市的通胀 死不死 是因为你北上 把你生意给人家 我在这里 当你留在这里消费的时候 我就要加你价 赚回那个钱 真可憐 第九 就是 按摩、捉育 都有很多不幸朋友 都是做类似这些 职业 按摩、捉育 其实已经一直被人打得很紧 和你发型屋 美容 做修夹那些好似的 唉 这些都没办法去对付了 我这样 直接地说 一字机之药汁 就算了 算了 平时你做到 一批客户 你还做得多久 就做了 因为 很难 这些 无论这些 贴身服务 他们的工资又便宜 他们的地方又便宜 所以他们给你 很好的服务 还有大量的工人 你搞不定 最后一件事 可能有些人 不太认同 我太太突然说 不认同 不认同 实际 因为红福堂 生意大跌 为什么 因为一支 资装的饮品 你大量的人离开了 在大陆喝大陆的东西 所以 有大量的人 几十万人 他们有一段时间 是不喝东西的 那些人留在香港 每人喝一瓶就几十万瓶 很厉害的 你没有了一批生意 你的市场 就一直下跌 所以 凡是所有的资装饮品 全部都死 全部都受伤 受冲击 这些人能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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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红福堂 就是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哎哟 对啊 不是怎么办 那么 因为 尤其是 这些 资装饮品 你去 国内喝 在香港喝不同品牌子 但是 价格差不多 所以没有了 这个生意 好了 然后 数十万人北上 结果就涂空了香港 这是我的说法 2003年开始 因为沙士 有这个自由行 哇当时很开心 国内的 朋友又花了钱 湧湧来香港 大家买店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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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了很多钱呀 你又百亿他又百亿 每个都变了百亿 但是有钱 然后樓价又升 好开心 食肆又开心 迎来一大班的客人 然后 卖的那些 化妆品 沙沙的那些 手标呀 鑽石呀 黄金呀 多开心呀 多疯狂呀 生意是不是 现在 现在风水龙流转呀 大哥 现在 你这些人呀 国内不下来了 你上去了 那就变了那边的 楼价 那边的地价 那边的店舖 正啦 香港人 没有了 这个呢 没得逆转呀 为什么呢 喂 你都风流了这么久 2003年 现在是2024年 21年呀 21年呀 你经过21年 20年 不要说那么多了 即是说 喂 转转20年才算 喂呀 有排呀 大哥 20年呀 对呀 20年呀 有排你搞呀 那时候 到2024 正式回归 现在其实已经正式回归了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说 反发呀 随时 是不是呀 那就是2024 还想怎样呀 还欠税率 还欠你出入口 这些东西 不准你出入 不准你进入 其实现在 差不多可以了 哇 这样就 跟着 厉害了 好 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呀 要这样搞下去 香港就会很严重 你一直在北上 就会有 结业潮 和失业潮 没办法啦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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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服刑 inclined 结业 by 结业潮 结业潮 cał 这个 干着他们把 他的政府续修�了 他有 及 head 他的方法 应该要是 疑问 那么 我现在事 怎么办 我自己 老闆解決你 解決不了 怎麼搞 是不是 救救香港啊 這樣也要有方法 不是怎麼搞啊 即是 北上這個 逼香港人發揮小宇宙 劉先生有沒有辦法 有些人就這樣說 正收陸路離境稅 幫保補貼 給零售業 如果 香港政府能夠完成這件事 我就覺得是天下無敵 由一個國家去另一個地方 要給零售 他創造了應該是人類的歷史 未聽過 我不認為中央可以進去 所以我認為這條不是辦法 好 我給你一條辦法 嘩 這樣還有辦法 對呀 我跟你說 有辦法的 就是什麼 就是 你猜不到呀 真的 這條辦法厲害呀 這條辦法就是 擁抱大灣區 怎樣擁抱大灣區 直接回去住就行了 是不是呀 整個人都在大陸那裏生活 這樣就 沒有了 離開了香港 這個是唯一解決的方法 像我一樣 走了 你就走過去 大陸 找一個 深圳也好 維州也好 地方生活 這樣就能解決到啦 香港關你什麼事 有空無事 你就回來 變了你是大陸人 這樣來香港 光顧一下那些人很開心呀 你就跟他疏果如 富有富有勁抽 你記住 身份一 變化轉換 因為不用的 香港人 隨時可以回大陸那裏 我試過回去 你 一上去回大陸那裏 看著你很開心呀 對著你笑呀 這個方法就是 瞬間轉移 你變成了大陸人 他 香港變成了香港人 那你就解決了啦 你自己而已 當然啦 救了整個香港 說什麼 我救救香港 人算啦 是不是呀 救救香港就救不了 這些要 就是 很有腦筋的 政府人員去搞的 我們這些 給一點點意見 這次 教了這些方法給大家啦 希望你喜歡我這個救救香港 在這個北上 真的那麼容易找到那麼大篇文章 那麼大堆說話可以幫到你嗎 希望你了解啦 這件事是非常之成功的 希望你 喜歡這段影片 點讚 訂閱 還有分享給朋友 點個鐘仔 OK 拜拜